欲...狼... 欲...耶... WTF YO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我这里是裸晨 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垃圾动画吐槽 今天带大家介绍的是来自2018年 经典童年动漫重磅续作 神兵小将第二集 为了完成这期视频 我感觉我的身心都受到了巨大的创伤 最后大家给个三连至于我受伤的心灵 一看到神兵小将第二集的海报 它就深深地吸引了我 看看这精美的3D建模 B站评分2.2分 与兽娘动物园2 偷新九月天动态漫画 等一系列大作 齐名夺得倒数第一的桂冠 非原版人马耗时两年亲情打造 带给你极致的观月体验 以下内容为百度百科原画 在创作过程中 创作团队共同开创新的题材 营造跌宕起伏的情节 构想精彩丰富的画面 编写风趣幽默的对白 精心设计剧集内所有角色造型 他们严格把控所有角色的形态 务求已达到最高素质和最佳效果 那么到底是多么优秀的作品 可以得到我们制作人这么高潮的评价呢 那么废话不多说 视频正式开始 众所周知 神兵小将的第一部分为了上下两部分 分别为天地盟主篇与玄天邪地篇 前26集主要讲述了玉龙国被天地盟主控制 问天在冒险的过程中结识伙伴 东方铁星 西门校 北明雪等人组成团队 最终解放四大组成 打败天地盟主的故事 而后26集讲述的是 神兵小将们调查出了 让天地盟主黑化的力量 正是来自玉龙国隔壁的玉岛国 于是众人再次踏上旅程 打败这里反派玄天邪地的故事 向大家童年回忆中 不是很熟悉 但是略有印象的什么 影子问天 姐妹花零剑双子 帅气的小男孩吴勇 以及非常漂亮的黑化美人 玄天地基 便是来自这一部分 而我们2018年的 神兵小将二的故事 是发生在这之后 画面一进来 便是人民歌功颂德 欢庆着神兵小将们的功绩 哇哦 这个3D简直绝了 你把我们第一部 那么漂亮的元首玉凤 和问天母亲玉岩 做成这个鬼样子 你是怎么做得出来的 看看这头发的质感 就像橡皮泥 活乱地粘在一起一样的 再看看这表情管理 是怎么做出这么面目可憎的 阴间表情的 我真的在B站找MMD的up主 调试出来也比你这好吧 当然说到毁容 那肯定不是我们的两位女王 惨遭毒手 主角团的大家 更是一个也逃不过 首先出场的 便是3D建模下的 问天问雅和天金兽 虽然很丑吧 但是人人还勉强能接受 然后是铁心和北明雪 那么漂亮的两个小姑娘 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特别是东方铁心 在更换了配音之后 操作一股成熟女人的感觉 属实是不太像十几岁 刚出头的少女啊 阿笑 我只是觉得 你经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 体态依旧那么丰满 我看你真的别来无恙 我看你真的别来无恙 一个字 绝 最最让我忍受不了的是 西门笑和几个神兵兽 变成了什么稀烂的质感 西门笑虽然长得不帅 但在第一部中 也不算是让人一看就反胃吧 而在这第二部 西门笑这颜值 真的不是给人看的 你看看这什么稀烂的香肠嘴 加上这一坨幽黑的皮肤 怪死了呀 再说回剧情 第二部的神兵小将剧情模式 还是和第一部一样 基本模式就是 探索新地图 打败这里的反派 然后解放这座城市 但由于第一部的问天 已经很厉害了 动画到这里不得不进行一点强制性的血弱 铁星 北冥雪 以及战斗最重要的天津兽 在刚来到山外山这个新副本没多久 便被反派偷袭 压成了徽章 散落各地 等待问天的救援 于是动画又开始了 打败每个地方驻守的魔兽 找回大家徽章的模式 但是这一部分中 人设崩坏和主角降致 真的是到了一种离谱的程度 在第三集中 为了拿回天津兽的徽章 问天完全失去了第一部中的智慧 反派随随便便地拿一枚假徽章 便骗走了父母送给他最为重要的绿珠护腕 但是你能想到 我半夜三点看神命小将2的时候 看到这个眼睛瞪得贼大的铁心吗 我魂都要被吓出来了 我操 这还是我童年女神东方铁心 这完全就是黑猫警长 眼睛瞪得像统领 虽然后面告诉我这个铁心是假猫的 但这带给我的阴影 怕是过不去了 后续的故事还是和第一部一样 主角团们陆续解放了金银岛等四地 并且在洗白后的天地盟主 烟霞的帮助下 顺利打败了这里的反派 无敌盟主 直面这一部的最终boss 原始天魔 但是原始天魔实力超群 问天等人可不是对手 那么到了这里 大家猜猜看 后续发生了什么故事 绿大国的人民 一起帮助问天他们 释放你们的力量吧 绿大国的人民 还有所有神圣 还能保护我们的家园 一起贡献出力量吧 怎么可能有这么庞大的力量 看来神兵小家2的导演做到这里 这戏他就不演了 之间放飞自我 汇聚全世界人民的力量 打败了原始天魔 哇哦 真的好感动哦 那么于是又皆大欢喜的 世界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 而我们的主角 南宫问天 他他妈 人设居然还能一蹦再蹦 西门笑 你不是已经在拜过年了吧 怎么还没走 难道在等我们 什么西门笑 我是问天呐 我是问天呐 问天这惊鸿一撇 属实把我整不会了 他居然从一个积极向上的英勇少年 变成了一个只会摆烂 不图上进的肥宅 不论东方铁星 如何劝解 他也听不进去 一个劲的沉迷于游戏世界 面对反派的时候 连和天津兽变身的盔甲 都串不进去了 看到这里我真是无语 我当年那么帅一个男工问天 到底去了哪里 然后是后面二十六集的故事 由于原版的神兵玄奇 人物设定到这里 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导演组再一次充分 运用了他灵活的脑瓜子 塑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反派 盖世太保 在打败盖世太保后 问天的人很快得知 攻击神兵小将学院的幕后黑手 是布偶王子和坏蛋三兄弟 残忍凶恶狡猾 于是大家又开始了新的冒险 在冒险的途中 又加入了宽容纯真良兄妹 这都是什么名字啊 至于结局我不用说 大家肯定都知道 一同操作下来 反派布偶王子被成功洗白 大家一起皆大欢喜 从神兽直乡学院顺利毕业 神兵小将第二部 玩 做完这期视频 已经把我的三观完全震碎了 但是又想到当年神兵小将第一部 制作精良却不怎么赚钱 而这第二部烂成这样子 居然还有机会出第三部 我的天哪 真的是烂完了 这种拿童年续作掐烂钱的动画 还是有多远滚多远的好 那么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想看更多垃圾动画吐槽的 不要忘了三连加关注 我是洛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